讀大吉 五蚝蛤 吃柚子千萬五湯配 葡萄柚子吃 相似說兩柚可口 柚子吃起來可口 很多人可能會想要配一些甘甜的粿子 要是喝一些甜甜的粿子來減輕柚子的苦味 不過這看起來很自然的事 所有可能會造成療傷不夠的效果 很多的考驗研究已經證明 很多貴賊的化學生分會含藥高好作用 Drug-Drug Interaction 影響到藥的效果 這主要是透過影響關重的解毒功能 造成吸收日和藥的濃度相關 其中甘甜的葡萄柚子吃 尤其要避免 我們人的看中是最主要的解毒器官 它會用一種叫做Cytochrome 皮素磨空的架素 把對身體有害的外來特殊分解 讓這些特殊無法激起火爐 影響到我們正常的生理功能 對觀眾來說 我們吃著去葡萄柚子 也正是外來特殊 需要經濟分解到這裡可以到 所以說 我們吃進來的油量 會比食材上需要的更多 因為有一部分會讓皮素磨空分解掉 沒辦法把他們完全吸收 啊這個葡萄柚有什麼在帶? 主要是因為葡萄柚子吃 裡面的一種化學生粉 Flavonoids 會壓制 關中 全文代謝外來特殊的皮素磨空的能力 造成吸收一期 人體肺肉的中的油量濃度 會比正常狀況更高 就像吃過量的油量一樣 這會引起坐坐的副作用 身體是中毒 因為無人有材料 可以正確以切 葡萄柚子吃的影響會維持下去 最安全的作法 就是在使用油量的時 比面吃葡萄柚 以免造成危險 有人會問 我們中秋節 聽到要吃油 有要緊嗎? 在這裡 藥不過藥理學的專家 他們也是不確定 不過藥有明天報道 說有長期吃油的夫人人 因為吃油造成身體的不良反應 可見油也盡量比面這麼透明 我們會比較好 我們會聽到 我們會聽到